基本流程 如果忘記也沒關係 參考一下 當我點他的時候 點兩下之後對不對 會跳出程式嘛 點兩下 就會跳出一個程式嘛 叫什麼呢 叫他的名稱 CMDA 有沒有 他的名稱 所以上個禮拜有同學漏掉什麼呢 把上面名稱改 CMDA 然後就自己打上去 結果程式就一直發生錯 為什麼 因為你名字有改變的話 名字沒改變 他一定叫做什麼 CommandButton1 CommandButton1不等於CMD1 所以程式執行 奇怪怎麼都沒有RUN 也就是第一個 你要把 原件的上面的名稱要先改 那為什麼我要把這個畫面給各位 就是說 你一定要 照我的方式來改成跟我一樣的 才會看到後面的程式是跟我用一樣的 不然的話 如果你前面的名稱 假如不跟我不一樣 名稱跟我不一樣的話 那請你用你自己命名的方式 也許你可以叫做CMD CMDA Click 那我要做什麼 小技嗎 那小技我講過 這邊CL 就是Change 成為Long 就是 轉換為整數 然後再來新增一筆 新增一筆的話 就是說 把剛剛我們看到那幾個資料 這幾個資料 五個資料填在Excel裡面 那我必須判斷怎麼樣 判斷哪一筆最後一筆 然後最後的話再加一個編號 不過這個程式好像同學上個禮拜有發現一個 一個bug 是不是 好像有同學發現一個bug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再看看好 ok 請輸入 這邊我多了一個什麼 判斷說他有沒有輸入數量 那怎麼判斷呢 如果數量數量是tstb.tesl 多等於空置串 空置串就是兩個銀號 zen 就是matchbox 以後你要跳出一個訊息方塊的話 非常簡單 就是msg bos 請輸入數量 然後也是sub 這樣而已 ok 大概是這樣的簡單 再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回顧一下 那今天的話 我們要就來看一下那個 如何快速產生資料庫 因為我們這個不是在交資料庫 而是教各位如何把 excel的資料 匯到ss 但是我會用最簡單的方法 反正你就是用這個方法把它建立成一個資料庫 那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那請各位簡單再稍微複習一下 那我們